他是漫威里最恐怖的超级英雄 同样也是银河护卫队的吉祥物 不论是成年格鲁特还是幼年时期的 格鲁特都透露着一股呆萌 格鲁特永远就只会反复说这一句话 并且这几个字还有严格按照顺序 然而看起来这么呆萌的格鲁特 其实也有着很悲惨的身世 格鲁特出身于行星X 是树人种族花神巨像族的墨野 在这颗星球上有着无数跟格鲁特一样的树人 同样拥有着强大的力量和再生能力 你别看格鲁特这么单纯可爱 可他的族人却都非常的暴力 他们喜欢占领和掠夺其他的星球 但格鲁特却是个意外 他住处受到排挤 最后甚至被族人流放 后来他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伙伴 火箭换球 也只有火箭才能听懂他的语言 当危险来临时 他总会第一时间保护好火箭 听到有人说火箭的坏话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大打出手 在迎护一的结尾 当罗南的飞船即将坠毁时 他将自己的身体变成了一个保护球 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 他也想保护好自己的家人 而这次也是他唯一一次说的不一样的话 大家都平安落地了 可格鲁特却从一棵树变成了一堆柴火 看到这一幕的火箭也气不成声地哭了起来 最后火箭把格鲁特的残肢 种在了花盆里 没想到格鲁特竟奇迹般地重生了 但他却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格鲁特 他的技也随着老格鲁特的死消失了 之前都是他保护火箭 以后就轮到火箭来保护他了 用脸的格鲁特虽然非常呆萌 但也十分的记仇 尤其是毁灭者 因为他弄坏了格鲁特的音乐播放器 而且还在格鲁特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骂他 很快格鲁特就长大进入了叛逆期 每天就是沉迷打游戏刷视频 并且还学会了说脏话 这可让众人为他操碎了心 但在关键时刻 格鲁特还是非常给力的 用自己的手臂做成爆风战斧的手柄 一剑解救了雷神的命 可随着灭霸打出那个毁天灭地的响指 格鲁特也开始逐渐消失 这已经是火箭第二次失去格鲁特了 格鲁特最后说了一句话 翻译过来就是父亲 当复联四火箭再次见到格鲁特时 这次他再也鼓不上任何威胁 将这个生命中最重要的儿子 拼命护在身下 到了银护三 青年格鲁特责变得丑蒙丑蒙的 可随着火箭的危在旦夕 他知道这次要靠他来拯救父亲了 此时的格鲁特已经有了独当一面的实力 他和星爵闯进敌人总部 直接变身八臂金刚大杀四方 随后有数只话译自由飞翔 成功拿着解药逃走 影片的最后 捞银护团队解散 新银护由火箭带领 这时的格鲁特已经来到壮年期 不仅铁形巨大 就连头部也呈现王冠形态 相信他离最终的树神形态也不远 树神状态下的格鲁特已经达到天赋及实力 成为了一个星球的主宰 即便是灭霸也不是他的对手